那你注意今天一個晚上要 2萬塊的一個房型 無邊際游泳池 這很讚 我真的很認真沒有在任何飯店被洗頭過 而且還是免費的 這點就起床 然後起床要掉來跟 好帥啊 嗨 我是Jazelle 我們今天不是在新一街頭 也不是在中山區 看到我們身後的場景 你就知道我們今天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脫了一個神秘人物的服務 他是誰呢 大家好 我是波波打卡的打卡編輯琪琪 我今天讓你住一間一個晚上要 2萬塊的一個房型 一個晚上2萬塊是能躲好 你在地底下你找不到什麼2萬塊一碗的房間 對 除非我今天住高級房間 但今天我們真的很特別 我們今天要來住的這家 是我們的印象北歐莊園俱樂部 好 那我來評一下 到底你的2萬塊值不值得 開箱2萬塊的民宿 有夠 有的花歐海歐車味 一般在家裡根本就不會有這種沙發感 感覺是那種Pinterest會裡面出現的 它是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可以喝個咖啡 就坐在這裡 然後你就喝個咖啡這樣 Bonjour 很傻欸 哇 就是這個通道 你看那個地方 無邊境游泳池 Excuse me 會不會太絕了 好舒服喔 當然還可以坐 只是 欸 蠻冷的 我跟你講 對於大家如果你要來的話 一定要記得帶厚厚的味道 因為它晚上 陽光不見了就開瓜了 哇 太美了 超漂亮 我們剛剛每一個人走進來 大家都為之驚豔 會覺得它每一個地方 根本就是為那些愛拍照的人 設計的房間 這間的房型叫做景觀雙人房 然後也是在網路上面 大家會蠻搶手的一間房間 現在來開箱一下這個房間 一進門的時候 這個就是個衣櫃 帶來衣櫃 我覺得它有搭上它整個的 歐式風格的 它整個房間都是以那種木頭調 然後它的床 我覺得床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 你是比較喜歡硬床還是軟床的人 我喜歡硬一點的 你看我超愛軟床的 但我覺得它這個是偏硬的吧 但是硬的都咬好啦 這個是 在我晚上睡一睡 我會不會被吵醒啊 這枕頭可以耶 它的枕頭的軟硬度 我覺得超剛好 你拿超重 有感覺到那個重感嗎 有耶 你知道最忌諱的就是黃黃的 我跟你講如果兩萬塊 床上面還有黃黃的 直接不能住 還行耶很不錯耶很乾淨耶 它是有電熱毯嗎 是不是有熱熱的啊 各位它裡面有電熱毯 它已經把你加溫過了 這個高度是有在尊重你 大家他們會拍照是那裡 然後就是可能對著鏡子 然後自拍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很喜歡它房間就是 到處都鋪滿這些地毯 而且每一個花色都不太一樣 兩萬塊的地毯會不會臭 還行耶 有腳位嗎 沒有嗎 沒有腳臭位 還是只有兩萬人 然後腳不會臭 我自己蠻喜歡的就是它的廁所 可是它的廁所有點變態啊 我們是完全看到它的 情緒吧 真的 你就可以這樣 看A片 等一下 我們今天 睡覺要洗澡怎麼辦 它的廁所很讚耶 現在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它沒有浴缸 我們來看一下它廁所的備品 它除了有這個冷風吹 吹風機 我跟你講如果兩萬塊的吹風機 風機太小 那一個頭髮要吹八個小時那種 就不行 喔這個不基本了吧 洗泡網 這個蠻特別的 很少 很少民宿會給到這個東西 對 它的燈是這個耶 太可愛了吧 開燈 關燈 開燈 關燈 超Q的 抱歉關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看這邊 我們後面的 無邊際游泳池 真的很讚 它是清淨上面唯一一個高空無邊際游泳池 那邊可以拍個好幾百張了吧 夏天來 下午茶的時間啦各位 對 聽說就是這裡吃是一定會吃飽的 它下午茶是給你一個Menu 然後你就可以去點的主食要什麼 然後另外它旁邊還有一些自助辦 然後有飲料 然後酒喝到飽 喔主食還可以一直續 它最近因為就花季櫻花季 它這邊有小花花耶 超可愛的 很好吃奶香味很重 就是有點像去外面餐廳吃飯的那種等級 有 以民宿來講我覺得這個CP值很高 真的很有下午茶的感覺 而且它一樣又有這個小花花 然後剛才那個 它說是使用花 對店員說它是可以吃 我們現在直接吃吃看 好沒有味道 應該是外面 這個鮪魚聽說是主廚特製的鮪魚醬 那我跟你說 我等一下有一個小驚喜要告訴你 是外面住宿都體驗不到 真的是絕無僅有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然後我等一下看 現在我就要帶你來體驗 他們飯店專屬的洗頭服 是不是超級可愛 I love you baby 你搭配他們那個住房的套餐 就是有這個免費的 一起去洗頭 我們一起去洗頭吧 我真的認真沒有在任何飯店被洗頭過 而且還是免費的 有夠貼心的啦 所以very ok 老闆超順的 你要不要轉一圈一下 對 人家就要轉一圈了 而且我跟你說 它這個服務是從早上就有了 那你就直接預約早上的時段 你就可以加購他們的一些造型 什麼催診服務 那你我們還有沒有什麼設施 我跟你說 來這邊 不可以讓你餓到 吃晚餐 我覺得晚上它弄得很美耶 小燈泡超有氣氛的 這次很適合耶 你在這裡拿一個酒當 是不是很適合 第一道法式小圓麵包走 鹽 奶油 外酥內軟耶 有絕耶 而且它奶油味很香 接下來我們吃的第二道西班牙大骨 手沈山火腿 越嚼越香 我覺得很適合哪一杯紅酒 慢煮鮑魚大概十六 它這個鮑魚它說是主廚的 特製的慢手煮的鮑魚 然後它吃起來會比較彈牙 然後再加上幾題特調的十六醬 它現在活著的嗎 活著吧 它有點嚇倒了 伊士頓龍蝦佐奶菊醬 蒜味很香耶 好然後下面還有起司吧 我們好像吃到起司 吃起來滿濕潤的 好喜歡 我們都 雷的牛排鑄佐牛肉醬汁 很嫩耶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醬汁 所以它不會很乾 它也不會很柴 好我們吃完整個晚餐 你覺得今天吃到這樣子 你最喜歡吃的那一道是什麼 我覺得它牛排很厲害 就是包括它的醬跟它那個口感 我都覺得滿好吃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選 怕四小圓麵包做的 但我覺得它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晚餐算是中間值 對我來說我不會真的覺得很飽 就是我覺得剛剛好這樣 對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還有宵夜 好冷喔 我們來這裡也是為了奇奇跟我們說 這裡那個夜景也可以看 然後還可以在這邊聊天 這裡其實會有那種網美錄影感 因為它這燈泡就是很漂亮 然後氛圍感很讚 好我們今天就只是來跟它 展示一下你可以來這裡聊天 實在是太冷了 我們先進入去 我覺得民宿滿好的 它晚上還有宵夜 這個就是真的滿強的我覺得 就是宵夜可以吃到凍飯 它這個宵夜還有 最讚的 好酒 你要不要聞聞看我的 喝一口直接睡了 睡前來一杯喝了直接睡 我愛的餐包 而且我還跟它講說我要兩塊 然後四塊奶油 因為一個餐包的話 你要配兩塊奶油才夠 現在時間五點五十六分 藍根從四點四點就起床了 起床要掉藍根 它是要登記的嗎 它是登記的 然後這個行程是免費的 那我們現在過來一路的時間 大概是抓一個小時 我昨天有曾一個暗空公園 是只看星空的 好那我們就先來等日宿了啦 很冷了 早安 好可愛 誰還在睡覺 起床囉 那個雲海真的很可愛 小時候不是很多人說雲上面會有神仙 人在哪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可愛的褲子喔 好那我們就 回去化妝 好我們兩個 那我們就先來吃早餐囉 我們點的是西式的 然後很喜歡它這個蛋 歐姆雷蛋 然後裡面是有濕潤的那種 它奶味超重的 你一進去那個奶香味就砰砰出來 它是採辦自助式的一樣 但我最喜歡的是它的現打果汁 認真很純耶 而且對它是有給例如說五個青菜水果 然後你可以選你要怎麼混 我這個果汁我感覺我喝的眼睛很好 我們最後一個測試了 最後 這個是北歐的高山滑草草 大家看這個波度 這個刺激感就有了 趕快滑下來你知道那種 工作壓力直接叫出來 好那我們走吧 走 好 這些滑下去的快樂 都是辛苦而來的 這告訴我們什麼 天下沒有白色午餐 一吋 幾點米 一點米 一粒米 粒粒皆辛苦 我們走吧 來 YA 1 1 YA 1 好帥喔 要這樣子點 點點點 點點點點 很好玩耶 而且就是不會很刺激的那種 可是它就是有風 因為其實我剛剛蠻擔心就是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我這樣子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會不會直接往前這樣滾個八圈 然後才到底吧 結果不會 藍色的話它是說 比較習慣性會往右 然後如果你偏的話 你就這樣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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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真的會動耶 真的會轉方向耶 真的會轉方向耶 真正在一定一來的話一定要玩 因為我還要再玩一次 要夢醒了 結束了兩天一夜 而且體驗兩萬塊的民宿 我們體驗了這些 那它其實它還有健身房 還有額頭 尤其是迷你高爾夫 但是迷你高爾夫 是你要自己自帶秋乾的 那我覺得兩萬塊 如果你真的是就是想要在一個地方 然後體驗超級多東西 我覺得這裡是值得 它就是有睡 有吃 又有玩 而且品質都是不差的 所以 推薦給你 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你歡迎來印象北歐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或是還想要看我們開箱 什麼樣的飯店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對 那你現在講快點 摸摸打卡 摸摸打卡 一定要追蹤摸摸打卡 對 它的影片很讚喔 很多網美照 怎麼拍照 可以去它那邊看 再寫跟介紹出來玩 謝謝你啊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